李彦同仁以及议会的官员 还有各位媒体先进 大家好 主席可不可以请 陆委会 我们的高 高副主委 副主委 好 徐委员好 副主委好 我们两岸签署的 ECFA的情况之下 那么凸显了两岸的关系 逐渐的趋向于和平跟稳定 那也使两岸的经贸的交流 以及合作在制度化 这个平文的在发展 那么对于改善我们台湾的环境 还有发挥我们区域优势 都有它正面的意义 那么台海两岸 签了ECFA之后 也受到国际社会的一个肯定 那么在去年 外商来台湾直接的金额 就差不多增加了三成 也达到49亿的美元 那么也很明显的 很多的外商也来台湾设立 这个研发中心 等等的增加的优势 也就是再次的肯定 ECFA的一个实力 那么ECFA后续的协商 也完成了大概实质的 这个大部分 货物的关税 互相减免啊 或者一些这个货品的一个协议 互相开放市场 包括这个服务的协议啊 以及订定投资 这个保障的一个这个规范 倡导更多的商机 让更多的这个境外的企业 来台这个来台湾投资 这些啊都是非常 对我们台湾的经济 有正面的意义啊 然而这个政府推动了 我们这个开放这个入资的政策 将近这三年的时间来 其实我们 这个到今天为止 核准的这个投资 只有217件 总金额也只有2.7亿美元 那么相对的同期间 我们台湾赴大陆投资的 却远远超过到250亿美元 这个一个非常悬殊的比例 我想这个极不相称 那这个部分啊 我想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 开放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范围 太小 或者是说诱因不足 门槛过于严苛 等等的关系 所以今天行政院 为此啊 研理第三阶段的一个 开放的一个方案 我想大概行政院的版本 今天大概也就定位了 那希望在 完成审查的这个 开放的五个元素 包括LED啊 面板啊 半导体 工具机啊 或者电子半导体的 生产的这 机械的设备等等 这些 呃 关键性的制造业 哦 可能他们投资的这个 可以上 呃 这个上限 可以超过五成以上 哦 那这个国家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 我不想 我想呢 呃 要了解的就是说 我们一估制造业 纳入开放的这个项目 呃 也要高达97% 包括公共建设的54% 还有服务业也超过50% 这松绑的幅度啊 高于一起 哈 那么我们可以 呃 吸引更多的 呃 这个 呃 入资 哦 这个一个最大的一个政策的诚意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呃 我们呃有关单位啊 是否能够提出 呃 清楚的一个政策效益说明 来争取国内这个 呃 产业界的支持 哦 这个具体开放的时间是为何 呃 呃 呃 我们的市部长 你是不是就针对这个 呃 跟陆委会这个跨部会的协调 尤其市部长 来做个一个说明 好吧 啊 谢谢委员 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么有关这个 这第三部的录制来台 我们在报告提到 行政已经审查通过啦 目前在做行政的手续 是会很快 是 会很快就宣布了 是的 哦 那这个部分 几乎把所有的资料都跟委员做报告 里面大概 提的项目大概都在里面了 是的 国内企业的部分会不会有影响啦 或者 呃 对于他们的 再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在开放过程里面 都会跟工协会先讨论 都有逐个逐个行业在讨论 所以来定出不同的行业 或者是不同的管理方式 之类跟工协会讨论过的 哦 大概 比方来讲 都有做有效的整合了 都有做沟通 都做沟通 因为沟通是必要的 好 谢谢 那其他的部分啊 呃 这是第三阶段的 录制来台投资的项目松绑 那包括了制造业啊 服务业啊 还有公共设施 那么 我们农业的部分啊 我不晓得 呃 是否有考量 因为我们的这个 农业的技术啊 也是非常的 呃 受到国际的肯定 那么他们也大量的来我们台湾 呃 进行人才的挖角啦 甚至呃 有对于我们相关技术的窃取等等 那 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如果 贸然的来开放的话 是否会影响到我国 这个农业 呃 一个重大的影响 呃 农委会的部分呢 所以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的报告也 里面也提到 农业 没有列入考虑 不列入考虑 没有考虑 好 那 至于我们这个农业政策的底边 是不是有非常严谨的去把关 不要让 呃 中国大陆对于我们的 很多啊 一直在 呃 要求我们台湾的像什么草莓啊 兰花啊 等等过去 大陆呃 这非常优惑的 这个条件 让他们去 呃 这个拓展 他们的这个 呃 种植啊 等等 或研发 那这个部分我们 都还是保 持保留的态度是吧 就农业的这些技术上 能不能请那个农委会的副主委 来就说明一下 可能比较好一点 好不好 农委副主委今天在做 副主委您的 对这个农业政策 谢谢 胡副主委 谢谢徐万你关心啊 这个关于农业的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慎重 哦 我们在 以各种的方式来把关 不希望 台湾的农业技术 台湾的资财 还有这些啊 到大陆去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们会特别的留意 至于说 最近啊 这个 炒到费费的营养 这个 呃 这个美国牛啦 等等的问题啊 那么 我不晓得 对岸的部分啊 是否有 这个 私底下啦 这个 这个 走私 这些 猪牛啦 或者家禽 等等的这些问题 呃 这个事情我们特别注意啊 因为 呃 特别是像 猪方面 他们是口提的疫区 所以我们必须要 严格的把关 在 静观 海防 各方面呢 都要把关 不可以让这些 疫病的进来 我想我们的 最近啊 都针对这些 呃 肉品的东西啊 都 感觉到国民的 对于这个 吃的 健康的问题啊 都感到非常忧心 所以啊 我想呃 龙伟伯你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这些的呃 走私啊 或者呃 急查等等 是 谢谢你 谢谢 请回 呃 最后我请教一下 我们的呃 师部长 呃 我们现在中国的部分啊 呃 有所谓的这个 平坦岛 呃 积极的向台湾来招手 那这个部分啊 他也希望借着这个 呃 平台的实验区 来 呃 吸引台湾的人才 以及台商的投资 那这个情形啊 呃 目前我们 陈 陈院长 呃 陈聪陈院长 也 表示平台综合实验区 跟我们政府所推的这个呃 自由经济示范区是截然不同的 那 这个部分啊 可能也具备着他们中国大陆有呃 统战啊 或者其他的这个一个政治的目的 我想这个部分呃 金建会的主委 林主委也特别的呃 强调这个呃 发展的条件 不是不好 也不是我们台湾呃 呃 这个台商呃 说呃 呃 要非常小心注意的 哦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呃 你们金建会的建议是 要审慎评估呃 风险 哦 那陆委会的部分啊 他您也这边也呃 呃 严正的声明说 不接受平台综合期 呃 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原则 那我不晓得 经济部未来要如何审查这些 呃 比如说如果有接触的话 呃 要如何审查这个平台的投资 哦 是不是有会不会有条件的开放 或者是全面禁止财商呃去在平台 社长等等 跟委员报告做两个报告 第一个目前我们到大陆投资啊 我们对全大陆开放的 我们并没有针对某一个线份或某个区域呢 来做处理在那边 换来说可以去上海的也可以去平台 这是一视同仁我们这样处理这第一个报告 那第二个平台 他有一些特殊的条件给我们 但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院长有指示说 是不是纳入到ECFA里面好好了解 来看怎么处理 那这部呢 我们会往前去做处理这一块 大概是这样子 目前也就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禁止啊 或者是说有条件开放 没有刚刚讲说 我们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政策上的 不会说因为他有什么政治因素啊 然后特别设限等等 目前我们是整个在考虑的 我看我相关单位还是要严谨的去审慎评估啊 让这些台商如果去投资 会不会有什么政治的问题啊 或者是说我们对于我们台湾 要有最大的这个利益啊 我想这才是我们负责的政府 好不好 谢谢